羽球市警赛 新度次局兵败如山道马林四届 三度征服市警赛 2018中国南京羽球市警赛女单冠军战 由西班牙女将马林面对印度 一姐 新度 上演礼乐奥运争金戏马 马林花费45分钟 中场以21、19、21、10击败对手 收下个人第三面是警赛金牌 世界排名第八的马林 与世界排名第三的新度 过去交手11次 马林以6胜5负烧战优势 两人从2016年里约奥运交战记录 则是新度3胜1负战上风 两人手局打得非常纠结 不断地来回拍数试探对手 不轻易攻击 等待对手失误 马林一度9 14落后 他很有耐心 追成15平手 马林开始加速 率先逼出局末点 先持得点拿下首局 换边后 马林掌握进攻节奏 打得很有效率 搭配手法 很快拉开比数 取得11 二绝对优势 新度心理多少受到影响 攻击变得更被动 次局只拿下10分 最后发生再见失误 马林确定拿下金牌点 他机动跪地庆祝 市井赛玉奥运年停办 马林2014年决赛拍下中国名将李雪瑞 勇夺生涯首金 2015年则缔造连霸 2016年里约奥运停办 2017年八强不敌奥运希望 2018年强势回归 在杜霍金 市井赛玉奥运年停办 马林2014年决赛拍下中国名将李雪瑞 勇夺生涯首金 2015年则缔造连霸 2016年里约奥运停办 2017年八强不敌奥运希望 2018年强势回归 在杜霍金 在杜霍金 市井赛玉奥运年停止